MING PAO TORONTO 歡迎收聽第方 Big Boys Club 兄弟,聖誕節快到了 很多聖誕派對都要參加 男女都希望做到自己最漂亮 吸引心儀的隊長 但要最漂亮的派對的造型很重要 一定不可以隨便吧 聽到我也很緊張 很期待聖誕節的內臨 到底有甚麼造型和化妝技巧 可以令大家在聖誕派對特惡而出呢 就要請教我們今天兩位嘉賓 有請星級化妝師Janet 你好,Janet 很漂亮的美女 John C-Ming C-Ming 你別說不出 John C-Ming 先問一下Janet 是否化妝的派對 尤其是聖誕派對 是很重要的 意思是那個人本身是普通 別說不成功 普通 好像我們這樣 普通也很重要 周圍也有幾百個 但是否靠化妝可以補救 加上現場的燈光 當然,這是一個城市 你表達你的心意 你對聘請派對的人的尊重 所以亦可以在那一刻 給自己的新鮮感突破一點 因為做錯了也不怕 因為是新鮮感 突然間是這樣的 化妝更大膽 對,可以有勇氣 博一點,出賣一點 但我想大家分享一下你們去聖誕派對的經驗 例如第一次的時候,你們是多少歲 我真的忘記了 讀書去朋友家玩的 算是一個派對嗎 我也有讀書去聖誕派對的 加雲禮物的派對 10元以下的派對 真真正正去一個很大型的派對 那次是成人的 對,那些可能是大學之後 大學,說真的是自發性的 自己想參加,很緊張 有一點是… 對,要化行裝 要穿得閃靈靈 一定要閃靈靈 閃靈靈 不知為何總是覺得聖誕節 要有明明的事 對,紅色或是… 你那時候開始… 那個年紀開始露了背 低胸味嗎 一向很少 很少,他真的很了解我 一向很少 都是明明的事 姐姐經典 她是嗜好 她是嗜好 嗜好嗎 對,我不知道 我比較不知為何很老套 可能受到姐姐的影響 對,可能我見得太多 姐姐太… 太完美了 對,Janae,那時候你的派對是怎樣的 就是遠古年代的 對,幾年前… 對,幾年前的 因為當時我們比較英式 當時中學已經派對 對不起,英式派對應該是怎樣的 在家裡 House派對 House派對 對,很喜歡家人去旅行 中學會在家裡派對 我告訴你,很大才行 當時也不是的,大大小小小小 在家裡開派對,很厲害 最少是2000呎 對 是吧 也不用 當時沒有東西吃 純情 沒有東西吃 對,真的 自己吃也沒有派對嗎 沒有,可能就是 那不就很慘 喝空一點 拿著一瓶飲品,然後聊聊天 因為他們那時候… 就像現在一樣 例如喜歡玩音樂的朋友 他就在那裡拿黑膠碟搓碟 搓碟 那時候沒有搓碟 他就不停地浪漫播歌 而我那時候有時有份快舞龍馬舞 那房子一定不小 可能哪個朋友的房子比較大 就去那裡去那裡 年輕人比較大,不要緊 對嗎 可能是千多呎 也有幾十人的里徑 流水的也會離開、離開 有些也會遲些回頭 其實有很多知學校 知道的,知道學校而已 真的可能去到現場才認識 他們有時說是甚麼學校 哪幾間,那一區的就可以來 要怎麼回答 例如我去過以前有些大學 在香港那邊 我只是在讀中學 其實就是… 因為他是開放公司的 可能你能找到一些學生 有派傳單 派傳單,認識了一個… 在讀書的學生 他就可以介紹,很簡單的手續 帶到外來的,大學也好 中學也好,就可以去那裡玩 真的不懂 不用付錢 要付錢 對,這是第二代 第一代派對是… 你們不用付錢 不用付錢 一個公司都付錢 對,我不知道 可能男生回答 但會知道甚麼學校 他會說,我請這間學校 以前的學校 現在都是男校旁邊的女校 很平衡 然後第二代,你可能要付少許錢 幾十元 對… 那些可能可以帶朋友來 對,我想第三代已經不流行 開始第三代已經去Disco 去玩 然後再唱卡卡卡 這樣分開 所以再在家辦派對 其實很純情 如果是現在來的 現在又流行 現在又流行 因為玩得太多時 就要反迫歸心 但聽起來真的除了純情之外 我覺得其實我家人也不在 應該可以開放一點 不是說做甚麼 可能喝點酒 聽到音樂,起碼會開心一點 你應該當時不流行喝酒嗎 我那一個可能不流行 不流行,可能很昂貴 假裝酒 吃不流行 不流行,我們果然流行喝啤酒 對 不流行 但沒甚麼預算 食物都沒有,薯片都很快 不流行 我現在的派對還要吃 大家欺負我 尚算是聊天跳舞 因為他們不吃太多東西 因為他們半小時快樂 然後又有15分鐘慢歌 大家會等著自己很喜歡的歌 然後出去跳舞 男生就會在中間的迫唱時 有一點乾線在門口 看看女生是不是是否在目標 到蜥燈時,開始派對時 走下去說,有甚麼是Shiris 要說一個美麗歌 慢歌還沒啟 對,那時那些 Walk Sturwick的那些 Samsa 已經是能停止甚麼 那個時候播放新民歌 對,沒有中文歌 沒有中文歌 不會突然有首… 我齊不齊 天天地歡,情動正那些武力 對 Lisa,你有試過馬來西亞參加派對嗎 如果是在那邊的房間 因為大家住的地方 可能未必找到一個地方是適合的 每個人都會在那個地方玩 有些可能會住得遠一點 所以通常我們會找一些熟悉 不會說有很多人,都是熟悉的 一定是要認識的 一定認識的 就不像我們現在這種的 對 這種你有沒有試過 不認識的? 不認識的 然後? 馬上有些普通朋友 那就去… 朋友 就是去中環那些 不認識的 中環即是去外面級的嗎 對,那些也有去過 譬如我們說的學校 沒有… 或是別人家裡辦的 也沒有 去別人家裡 我全都會認識的 對 有甚麼特別的? 譬如馬來西亞的慶祝方法 我不知道是否我的朋友是這樣 還是大家都是這樣 因為我的朋友很著重自己 怎樣穿衣服 很行的 對,即使是家庭派對 大家也要穿得很癢 癢的意思是很隆重 很隆重 有三種的癢法 一種是修圖顏色 即是色彩、紅色、閃淡 第二種是質地 即是冰冰、閃 第三種是少一點布 性感 對,開始性感一點 三種都可以屬於選擇的範圍 我的朋友喜歡攪拌主題 例如每一次派對 大家都要想一個主題 然後全部人都要穿那個主題 有萬聖節感 對 不過通常主題都是圍繞顏色 年代… 客服派對嗎 客服派對試過,但很多 男生有嗎?你覺得… 要不要說要好行? 我記得我來穿衣服嗎 你穿甚麼?西裝? 好像也很矮 現在不是高,那時候再矮一點中學 但好像穿西裝 穿得脫頭脫肌 不知是否… 穿西裝 穿得很美 穿得很美 很想穿西裝 穿西裝的肌肉也不太適合 像打一條胎 你問我最開心的 就是可以在聖誕派對 戴一個聖誕帽子 很開心 因為以前小時候很… 你不是玩型格的那種 我不是,因為要穿校服 你穿標題男的那種 學校的派對 外面很少去… 學校有邀請其他學校的人來嗎 沒有,我讀香港的學校很保守 你的派對是下午好嗎 下午好 就是在上學時的 早上半天的… 11點之後早上11點安置 飲食、飲食、飲食、飲食 很開心 一個多小時,然後十二點 那些不太算 不算嗎?我看 因為我很少接觸外面的中環化 那你帶過了朋友 可能在聖誕節也會找些東西玩 我就是不出門的那種 現在是上校教堂 但你又不喜歡請別人去 在教會上嗎 上校教堂 上校教堂 在聖誓 但去過這樣的派對 有甚麼難忘的事 發生在你們身上嗎 例如我去到很多男生圍著你 或者針鋒合燥 或者可能… 這些是平常事 對,平常事 你們很矚目的 你們兩個又高 一會就… 整個模特兒 好像打燈一樣 我那年度算是高的 我現在要高至一年度是正常 對,我們每次算是高的 那你有沒有… 引到有人不斷看過你 不知為何有很多矮的人 在跳舞 對,好像很高 你當時有否知道自己高 但…現在是這樣的 例如像這樣高,穿鞋子也很高 那時不夠高 那時我們是專門穿平底 因為不想那麼高 遷就別人的 不是,是好像太高 因為以前可能沒那麼容易接受 女生太高,對吧 一來是 對,我覺得很好 第一 第二,就是覺得 好像你的小小行為 都被人看見你 而且男生在我的年代 不是很高 變成… 發育 想市場大一點 就別這麼高 那些朋友有沒有女生朋友 有些女生朋友就很喜歡… 一些… 有些就很聰明地 就會巴結一個美女、朋友 推出去引男生過來 對,因為她一個人肯定是… 我們都不太聰明地 一定是漏網 漏了旁邊的男生 你屬於哪一隻 你的朋友是… 叫你們過來買我的公園玩 然後招惹多些人過來 讓我們認識一下 還是…不是,不要了 例如Lisa出來,這麼漂亮 就逼我們謙虛 對 不是,我很少有這種… 我們出來玩 從來不會為這個目的而玩 不是因為想認識男生 所以玩 我們是一群朋友 大家想一起很開心地去玩 剛好有些人走過來就一起玩 沒有,又不會故意出去撈東西回來 別人過來忍… 會撈你們 別人過來,適合聊就玩 那些公園是有花賣的 對,有個賣花女兒就拿著藍花 賺錢 接著,男人通常如果想認識你 他之前也送花給你 走回來跟我說 我很喜歡那個女生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留意一下,她沒有穿什麼 Lisa,說真的,你也算是吸引人的 怎麼也算是 你也算是做甚麼 對,你也算是吸引人的 真的有試過很多男生 蜂擁而至,走過來請你喝酒 或者請你跳舞,還沒叫那種 請跳舞很少 可能我們玩的場合不同 通常被人圍住,不能出去 不會特地說出去跳舞就很少 請喝酒就有 喝杯東西吧 請喝酒就有 不過我也很聰明 我不是… 隨便喝就喝東西 對,不是你隨便拿杯東西 我也會喝 媽媽教的,要自己保護自己 很聰明 經常說有甚麼高藝 聖誕節 不然混酒 要他整支新的在他面前開 對,一杯我就不會害怕 你試過有沒有人走過來 三、五、七、請你跳舞的 在我前面跳舞就有 叫你邀請你這樣跳曼舞 我想他走過來 在我前面特意這麼一樣 應該想撩我出去跳舞 其實他們怎麼跳?他們跳甚麼舞 跳到我想笑 很好笑的 很自信 像吸引異性的動物 那些人好像打了自信針 很厲害 當時不是跳HIP HOP 不知道他為何又覺得自己很不錯 你們當時經常有人走過來 扭來跳舞嗎? 像慢舞一樣 當然有 有,通常你們怎樣 可以跳一下,不懂也可以 不是,有要求的 也會推的 對,推的 還有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 不知道有些 樂隊是有花賣的 這麼久? 有個賣花女兒拿著藍花 賺錢嗎? 男人通常如果想認識你 他之前也先送花給你 賣花女兒 那邊那位先生想送花給你 那時候不是先去喝酒 先送花 然後他就揮手 或者起床 你覺得可以的 你就笑一下 如果不可以,就說不用了 就給他… 不好的,拿一瓶花出來 我記得小時候 獅子娘一起去Disco 應該很多人… 買了一盆 去到買不到 很多人都送給他 全盆都送給他 因為他在短頭髮時 波厚 那時候是很銳利的 他剛才從英國回來時 很漂亮,很特別 有聽過甚麼在Disco 因為經常說 10月24日平安夜 是很危險的日子 對女生來說 但有聽過類似很危險的事 你在身邊的朋友 或者聽聞傳聞有嗎 我身邊真的有個朋友是… 因為聖誕節跟我出去玩 然後就搞到要結婚了 因為他有了… 那天才認識的 我搞大了一件事 那天認識的 那天開始… 不是那天認識的 那天真的是她女朋友 但那天女朋友那天沒有外出 她跟我出去玩 可能她多喝一點 然後回家就… 男生跟你出去玩 是 找回她女朋友 是 然後可能喝多了… 突然間隔了兩個月 不夠打來跟我說我要結婚了 那天真是聖誕節 就是那天 所以經常都說真是真正的 10月出生的人是很多的 對 因為在12月 剛好那個時間 是… 是真的嗎 你有聽過嗎? 在你身邊發生過 其實… 我當作女生聊天 其實如果女生真是心意的男生 其實她也有一點點是準備好 如果是這晚是一個很浪漫的 一個很好的名字 是一個的記憶 其實你們女生之間 是不是有時候都會… 說… 都會說一下… 即是等於男生圍脈也會說 女生自己也會說 說明今晚即使你穿甚麼都要大家談談 對,顧化女標 有些人會說 不知道甚麼發生 我們男生沒有 你不知道有甚麼發生 我從來不會談,你… 最多新年來穿紅色內褲 你穿聖誕穿甚麼 聖誕… 打麻糬的時候扯扯你 會穿聖誕的感覺更漂亮 有機會穿出來嗎 金色的內褲是怎樣的 金色… 像紅紅綠綠的 做一塊熱牌的東西 你不說男生真的不知道這個世界 男生也會說這些事情 因為女生會… 我經常覺得女生會多準備 他們會想… 想了一晚… 例如今晚要怎樣… 例如有些朋友明知道 他喜歡的人,那一晚就出現 他就覺得這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是 所以他就會令自己很準備好 可能從裡面開始就說… 對,已經衝生褲褲褲 有些女生不會穿得… 我發現通常穿得很性感的女生 都會失敗 是嗎? 是 為甚麼 通常是那些… 這不是不夠漂亮嗎 不算很性感,但是他有些東西 譬如我試過有個男生朋友 走回來跟我說 我很喜歡那女生 我說為甚麼… 他說你看看那條裙子多貼 但那女生的裙子是封領的 只不過是一條很貼的裙子 因為你看看她多貼 我說是一條很貼的裙子 然後她說 你留意一下,她沒有穿甚麼 因為她很貼,所以那女生 可能會特意不穿內褲 好看一點 因為是好看一點的 如果不就有變 也很方便 方便去洗手間 這些就令我的朋友 立刻想很多東西了 然後我就說算了… 不如還是回家 還是不要在我旁邊繼續說這些 其實真的無所不用其極 如果去派對要突然自己的話 但女生會有危機意識 是否很強 你們也會跟朋友去派對之前 出去有時喝東西 都會…今晚小心點 大家看著大家 你知道有一個大大隻的 像是上次的那個人在這裡 小心點 他們可以很防備你 可以防備你,穿幾件衣服 你會談的嗎 會… 穿多兩件衣服 好嗎 那麼怕又要出去 然後不要再貼身 會有很多準備 但如果有些心儀 他們也會另一種準備 是… 而且坦白說 你一群一起出去玩 大家互相照顧 這是必定的 不用說 即是不會… 即是喝酒 大家大概知道哪些酒量較好 就是主公那幾個 女生不同 即是男生 男生就… 越對比女生 朋友越來越死 好兄弟是否不喝 清不清 女生好像… 你姐妹很保護自己 女生是否想醉 對 有時… 不想醉就別變成了 可能你先走了… 不,你很醉,行了… 叫你走 女生在擋,幫你姐妹 別搞她,我幫她 但如果有心人,叫她先走 這個… 我沒事,你先走 自己有心 有心的 兄弟的感覺是不同的 豪邁一點,豪爽一點 但有沒有試過這麼多狂風浪蝶 試過發展過 例如在夜場認識的朋友 女生在裡面 有否拍拖或外出外 有試過嗎 有 我之前兩個男朋友都會這樣 那你不是證實了 現在這個不是 官場無親愛 不,現在這個我認識她 也是出去玩認識 喝東西 但當時沒有馬上在一起 但現在你的樣子是甚麼 本身大家認識的,不是嗎 工作或是知道大家是誰 不是,我那時候好像沒有… 我們在公司是因為沒有做過事 你也知道她是誰 我想知道 又差很遠 知道的 但真的聊天 因為出去,朋友的生日 就是這樣認識 怎樣看 經常有人說 找男朋友、女朋友 老公、老婆更加 不要出去蒲息 不要去蘭桂坊 就是封鎖好親 對… 想著這些 但你覺得呢?是否一定 我覺得也不一定 是嗎 我有一些朋友結婚 都是在派對上認識的 很多都是結婚 到現在還在一起 很甜蜜 我都見過很多 其實我覺得只是看別人 只是看性格 你已經證實了 現在也挺好的 是嗎 是嗎 很甜蜜 而且不同年代的社交方法 你們那時那代呢 那時那代 我好像很遙遠 上一代 年多前 好的 我們當時很少是Coco不認識的 因為可能女生去街的機會也少 家裡也管得很熱 所以學院時之前要知道是誰 哪個我有哪個 哪個會有什麼人 你帶誰來的 到哪個校 做什麼都先問了 其實先問了 基本上全部都認識的 是的… 會這樣 會少一點的 當然好像之後就去派對 去Light Club 然後現在就去網上 對吧 其實我想大家的方法不同 不同了 是的… 但當時會不會 如果自己也是很渴望 很想拍拖的 但真的很期待這些派對出現 就找一些比較漂亮的女生 叫她帶你去 找一些比較漂亮的女生 帶她出去… 就讓她留一些… 因為你年紀很小就當模特兒 是的 那時候你所謂很漂亮的 那些可能已經是很頂級的模特兒 是的,姐姐 姐姐… 姐姐帶你去 我記得她帶我去的時候 Disco… Disco… 你會知道,他們可能還未知道 Disco是誰 在中環 沒有裝模特兒 我回家不年沒多久 我已經放在U 我去洗手 我去洗手間 有個女生手一起跟女生捉手 我說… 女生? 對 捉你的手 對,我在洗手繁肩 她這樣捉她的手 我覺得… 沒有服務 是的 當時我開始接觸 原來真的有另類的… 女生都會喜歡女生的 你也是能夠調查這些女生 對,當時做模特兒 可能妝容會比較濃 長髮都會弄了 可能… 但你們當時的年代那些妝 你最專長做化妝的 當時的妝容無論如何都能認得一下 其實那些妝容… 但現在真的可以是另一個人 這樣說 其實在化妝顏色 現在流行的妝容 也是以前我們流行的妝容 回頭的 都是紅色唇膏 是… 一字眉 不過以前我們長頭髮 流行是很小的捲 電到像爆炸妝一樣 現在是眉捲 直頭髮 其實妝容沒有分別 我們當時沒有淡妝 淡妝其實很考功夫 沒有淡妝化妝品 很厲害 鯉船膏也很… 很深色 橘色眼影、藍色、綠色 所以你根本沒機會化淡妝 沒得輕手的 沒有的 那隻色很深 對,沒得輕手 一落就很重 說到化妝這件事 大家豈起耳朵了 究竟聖誕派對要化甚麼妝容 我們下一集再談吧 謝謝… 這個女生也是一個很好的人妻 對 做女兒是最好的,做媽媽是她 因為她很愛家庭 我們在眼頭的位置 放一點閃閃 第一,可以把眼紋減掉 因為煩光了 嘗嘗一點咬唇妝 現在你看到Alisa的嘴巴 裡面深一點色 如果我們塗蘋果肌 現在輕的化妝 想甜一點的茶 要笑著 拿出自己的肌肉出來的水面茶 燒著茶 對,如果你不燒 茶都可以摺到一堆,可以摺到一塊